收費方面如何呢? 我們將會走一個什麼模式呢? 又不是到自願的 因為其實我們走出來 現在要這樣說 養子方之父母恩 子育養兒親不在 什麼都齊了 當我們走出來的時候 才發現以前我們在MIHK 或低族頻道 他們有很多支持給我們 現在所有東西 我們要自己去負擔的話 其實那個負擔是重的 即是連地方 連設定 硬件 燈油火 機器什麼都要 機器那些 就像潑出的水 就當作沒有了 幾條東西 說的是幾十萬 不用這麼貴 大家請上來我們的台 看看我們的設備 絕對不是那些濕溝設備 如果今天你們發覺 有什麼濕溝的地方 是因為我們的燈光 我們連我和林康正 連所有操作者 所有人坐在那裡 都是一個新人 就不懂得搞 如果真的懂得搞 當然會在倫美換很多 但是我仍然是那句 擺了出來 我就當是不見了 現在是說日後的 每月的經常性開支 我們算過點便宜點便宜 其實也有七百萬元 七百萬元是誰給的 難道我們真的這麼偉大 有獻身給你們 又要做節目 又不能收購你們的錢 然後還要銀幾皮出來 我就算有這麼偉大 其實我真的沒有這麼偉大 其實我也沒有這麼偉大 我有這麼偉大 何況我沒有這麼偉大 最重要就是大家 真的要訂閱我們的節目 我們的節目 現在的新收費 便宜了 是九十八元 去到新的一頁 通貨大 通貨膨脹得這麼厲害 今時今日 過去我一百二十八元一個月 現在是九十八元一個月 你又說Youtube能看 又要收錢 遲些我再一次說 你們吸收不了那麼多 九十八元一個月 買三個月便宜一點 買半年便便宜一點 買夠一年便宜一點 買夠一年便宜一點 我一定是這樣的 很便宜 那又不至於很便宜 但是你說 如果今時今日 你拿著那一年的台費 想著去波蘭街 找個高中的 是不夠的 我聽阿坦哥說的 我不知道 我聽阿水王說的 也不夠 好了 如果這麼便宜 就可以有一年的台費 除了台費之外 還有什麼優惠 優惠就多的是 何況更何況 有很多朋友現在在吵架我 說你那張黑卡怎樣 黑卡一定會記住 而且他們將會發行 買一張啤梨白金卡 就是給將來新的會員 到時候我們再說 這一次是事 不要說那麼多 最重要大家一定要訂閱 訂閱 特別是林康正 他認為 講中國話 我們是全港第一 他自己這樣說 我也不敢這麼說 我不知道他們好像很混亂 我想我們一開波就可以繼續 就不用等他們了 現在我們無論是Backjob 各樣東西 鏡頭大小 似乎都沒有那麼順暢 但是來到這裏 我們還有很多新遊 可以在這裏做到 第一就是即時的短評 有些突發的事件 第二就是我們去海外的評論 但應該明天後日就可以了 明天後日我們有直播嗎 記住 我們新台的正正式式 開張之日 是3月1日 4日 3月4日 4月4日 因為我們2月28日 就在MIHK 做完最後一集 在MIHK做的 啤梨晚報之後 5、6日 就會做一些最後的setting 等等等等 OK 剛才說過 我們新台的收費 我希望舊的啤梨 即是啤梨晚報 黑卡會員 我想他們一定會繼續支持 很久 有些朋友沒有支持過 也不要介意 到時可以去我們的網頁 可以在我們的網頁 直接訂閱 啤梨晚報 也可以做銀行的 自動轉帳申請 到時做銀行自動轉帳申請 可能要移一移玉報 來到我們在太子的辦公室 我們都會有些開放日之類 在正正式式 即是3月4日之前 大家可以上來填張表 第一 參觀一下我們的studio 實際間 第二 也可以填張表 每個月 自動轉帳過數 即使你們不看 我們可以 除非特別給指令 否則 我們可以繼續 98元 你問我自己 其實我也不期望在這個台上 可以做什麼 profit 但是 如果這個台中 能夠 給我們一定的 發聲的地方 我也相信 我一定可以在這個台上 以我給你的格式 如果大家對我的認知 我當然不會放過任何機會 推廣我的生意 大人 先記住 如果我們成熟之後 你們在YouTube看會比較好 Facebook 我們沒有錢收 Youtube 我們會有一定的 Youtube 會給我們一定的 會給我們一定的 所以 大家看到我們 那條link在上面 就馬上去訂閱了 OK 以後大家可以在那裡看直播 也在那裡留言 稍後我們會 開啟我們的超級留言功能 大家可以在那裡 給我們一些贊助 但是贊助這些 是額外的打賞 基本上 每個月是98元 千萬不要論食 如果說 喂 給你說我聽 你說得這麼厲害 咬牙齒齒 成頭大汗 這麼惡力 不要緊要 我就贊助你 但是我又責責 這樣不要緊要 我們是有分段收費的 我們好像是 人家那些 我們買得多就越便宜 但基本上我最希望大家 不要貪便宜 跟轉賬這件事沒有信心 因為過去幾年 我們從來未試過 成功自動轉賬過 OK 但現在我可以保證 是不會 因為我老婆已經坐在 學校旁邊 亦都在辦公室座陣 他們會幫你填一份 很簡單的授權書 以後每個月 我們在銀行 扣了98元的月費 老實說 如果香港經濟精精向上 那98元算是什麼 如果香港經濟 反正都是欺負 都不能爭在 98元 那大家 就可以盡量支持一下我們 我們願望都不大 希望有一千幾百的訂閱 就算Youtube那裡沒有錢 我們可以起碼 可以擁有這個台 暫時我們的啤梨頻道 為什麼不叫啤梨晚報呢 是因為這個頻道 當然比晚報大 我們可能會再加很多節目 但你說會多多少節目呢 我又不敢給大家 因為我們正式來說 都不打算去做一個台 正式來說 但有些節目 我的而且確是知道 大家很喜歡看 我們都希望盡量 將它重現 亦都有些節目 是我們擅長的節目 好了 始終是這個星期日的視播 我們會陸陸續續 大家可以給我們一些 feedback 就是說 為一些聲效 音效 各樣東西是怎樣 有沒有平時的水準 或者是否達到專業的水準 因為我們投資 要不要幾十萬 不要說得那麼大 你不要 我就不可以計算 我也想不需要 按今上期 多多少 你倆的裝修 不需要錢 租呢 租那些我不算 我只算硬件 螢幕也幾個 上一個 而且我們絕對不會用舊 我們全部都是 新金白銀買回來 希望大家 遲些 當然 一定不會少了 你們最喜歡的節目 也是我最想的 順便交代一下 其實現在我們先做一個 summary 一個簡短的 最後 又不是最後的廣告 第一 大家記住在Facebook專頁上 手啤梨晚報的專頁 或者群組 群組就申請加入 專頁就讚好 你讚好 申請加入群組 或者專頁之後 你發覺好像沒什麼好處 不要緊 不是即時的好處 因為始終都不是三頭六臂 我們慢慢慢慢 就會加上一些 通告 或者一些我們自己的 通訊 或者看到節目 這是需要的 第二 就立刻 到我的Facebook 或者在林匡正的Facebook 裡面 找回我們 啤梨晚報的Youtube 那條link 去訂閱 還要介紹朋友 因為 以我的認知 和我走出街 基本上 我的公眾知名度 都非常高 但是 我自己覺得 但是 訂閱我們的台 現在這麼新 他們未必認識 所以 你立刻要通知朋友 去訂閱 不用錢 每天都可以聽 星期一至五 每晚暫時都不會變化 六點至八點 到Youtube 有啤梨晚報 現場直播聽 快點訂閱 至少不用錢 訂閱了 他又會通知你 我真的不想 在街道未能收工 我又聽重溫 或者我在街道 我沒有那麼多 那些 激數 我要聽MPV 可以嗎 可以 不過你就要做會員 如果我不用聽 我只看 不用做會員 就看到嗎 那我就不用付錢 那也別那麼壞 如果你認為九十八 你認為九十八 你給得起 即使你不是靜聽 你也當支持 這個就是我們 就是《啤梨晚報》 將會的動向 因為很快 我們就在MIHK 都開始過年 好像下星期 星期幾 星期五 這樣就過年了 過年之後 大家就有了 三月的時候 如果我們不夠訂閱 收起來 只有十七個訂閱 十七個訂閱 那個Youtube 自動轉送六個 搜索台上 可以申請訂費 八個 會真是腳軟 雖然都遇到最危險的環境 但腳軟到搖底 做不到節目 希望大家集役成球 還有盡量去分享 我真的沒有錢 好像是Bian Cole 我不知道現在是否現場 學生仔 不要緊 沒有錢看重溫 可以的 聽直播 還有看完廣告 在Youtube看重溫 看完廣告 幫忙 不過最好不是通訊 是WhatsApp我 我給你資料 我們可以私人和你 做自動轉帳 做自動轉帳 你記住 如果我們有500個自動轉帳 一個月有五萬元的收入 那就夠給我們operator 燈油火腩 我和你居馬費 我們已經擺一二角了 我從去年五月到現在 都沒有出過 沒有任何收入 但不要緊 OK 我們現在 好像毛澤東的含家產 那樣說 為人民服務 是 為人民發聲 有些傻子 每天我做完節目 做了我的片段 我放上自己的頻道 打算去賺錢 賺錢 當然 在3月1日之後 即3月4日之後 這些情況 我們將會跟著 因為我們一定會告他 你怎麼會不告他 我不告你 Youtube也會告你 至其一 其二 我希望大家可以 在以後不同的渠道 去支持啤梨晚報 我們也希望請多些新的主持人 一些美女 會上來和大家見面 或者多些互動的節目 有人問我會不會說鬼故 大家如果對我有認識 都知道 如果你說潘兆聰也是鬼王 我只能夠 點口鴻晚 老實說 講鬼故 就是我的 是我的專業 我可以這麼說 但我從來沒有 在網台上講鬼故 我對鬼的認知 在我自己認識 真正認識的人 肯定是排第十大之內 但我也不想把這些 又不能夠握神騙鬼的 盜人迷信的事情 放上大台 看看大家如何繼續支持 記住海外的朋友 海外的朋友 阿蘇那些 就不要再寄cash給我 你嚇到我幹什麼 你拿石紙包著美金寄給我 不用那麼麻煩 上我們的網頁有PayPal 你說我在外國 可不可以做自動轉帳 是可以的 第一 你香港銀行有戶口 我們會寄一張帳號給你 你又寄一張帳號給你 你又寄一張帳號給你 很麻煩 第二 你可以回來香港找我老婆 找我 我和你做自動轉帳 自動轉帳 更加容易的 你可以在PayPal 做自動轉帳 都可以 不過我其實 這是方便大家 我不是那麼建議 因為始終 PayPal的charge都貴 然後我們這裡 也會慢慢發展 有多些特別是我們社運界 我認為值得支持朋友的產品 或者一些 未知到購物 因為一定是經過賣 都會在我們這個本台出現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 如果支持MIHK的朋友 也會繼續支持MIHK 支持D100的朋友 也會繼續支持D100 雖然我很討厭D100 什麼城寨的黃絲台 但作為白髮齊放 好像講人講定 我都分享 我都算真的夠包容 今天不說那麼多了 如果有什麼 對於我們節目的feedback 或者收音畫面 有不足之處 肯定有 因為地毯都可以用來做桌面 但現在 這張圖 後面的backdrop 是我們開節目之前 求忍奇上youtube 下載一個 最高像素的wall paper 然後求忍奇 在google上 搜尋啤梨晚布的logo 下載下來 再加上那個wall paper 但看上去好像挺有少少專業 遲些 或者我減肥 或者我們化妝 沒那麼黑 眼圈塗粉 刺養一些 有什麼可以繼續feedback 我們可以在facebook留言 whatsapp 我們可以 記得支持啤梨晚布 我知道很多朋友 在過去半年 從前年 夠忙 我們最後一忙 然後一直都沒有訂閱 因為從我每個月收過居密 法律師 以前我不知道你有什麼原因 不訂閱 可能沒有再聽 或者我聽完 不想給你 什麼都不重要 OK 但記住 而今時今日 我以是新的人 像耶穌 要生生 三月 完全不一樣 三月有生生 你一定要繼續支持 如果不是玩兩個月 就收皮 就好生氣 老實說 不見錢是少 肉糞便酸 你老母 又掛什麼 又這樣那樣 含家屎屌 又是收皮 那就不斷糟糕了 因為如果你不斷糟糕 於是要搞死 又賣樓 又推老婆去做雞 那你就無論如何 是吧 希望大家 集役成求 好像Jackson那些 我響了名字 好像沒有什麼 做事 麻煩你 自己沒有錢 不要緊 介紹多些朋友聽 多些分享我們的節目 我們是唯一希望的東西 這個台最大的 新台更加要捧場 不過明天也是要捧場 記住 我再說 其實我真的可以說到今晚 黑卡的朋友 我要向你們道歉 但是你記住 我是沒有忘記你們的 你們將黑卡是一定會到手的 我都說說不出的苦 這也是我要搞一個台 其中很忙的一件事 我們未是黑卡 有沒有機會再做黑卡 是沒有的 我是不會容許黑卡的 exclusive地位 被人取代 但是我考慮了很久 那我就製作白金卡 白金卡有什麼優惠呢 起碼你自己有 我們已經會把晶片放進去 會有一定的資料 譬如當時你們上個寫士樓 可以嘟門拍門直入 免費租用寫士樓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這些 當然很多discount 譬如我們報告旅行團6599 黑卡會員5999 這些就是著數 這個大家放心 是一定會有交代的 另外理事歌手的朋友 有些理事歌手已經捕捉了 半隻腳入娛樂圈 有些理事歌手的朋友 就說 我打算買2018年那張機票回來 你現在2019年都未做過決賽 我亦都會有確認的日期給你們 也有些朋友 甚至乎去Nominate 要為我們的392019唱主題曲 甚至乎寄上一張照片 我們說除了主題曲之外 其實我的樣子都可以做 因為他看完那部電影 專門上youtube看完那個山狗 1980年的山狗 他認為他都可以做個角色 我一看 聲音不如其人 聲音很斯文 樣子也有些野獸的感覺 他都可以做山狗的角色 大家放心 理事歌手一定會埋起尾 而且不僅埋起尾 新一季的理事歌手 我更加考慮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的Studio 甚至乎 很大可能是做Live的理事歌手 上來 你直接拿著這首歌 浪斑 浪流 即是那種 我們看起來有風格 希望在一個有限的空間裏面 能夠將我們無限的創意再發揮 即是大家鞭策 我們一給錢就有權鞭策 不給錢就阿姊阿蘇 那些是含家產 但日後我們留言 絕對會有很多含家產進來 大家也不需要給我面子 進來吵架我們那些含家產 就是含家產之中的含家產 那為甚麼呢 我準備限量做七八張 就是這七八個 訂128元給你萬部 令到我們可以在2018年 繼續做下去 繼續這個節目做下去的朋友 每人有一張黑卡 那張卡 一定是大家挖一聲的名字 而且會有些實用的功能 可能我們會把資料放下去 最重要的 它會有很多優惠 我上次聽完肯定的節目 我現在能夠說得出 不過我還未談 優惠 譬如一些跟團的優惠 跟我們去馬來西亞 一團的優惠 你猜我會給多少呢 我肯定會給4000 即是以我們的性格 好了 如果我跟德卿有些優惠 譬如Sweetie TV有些優惠 當然 那張卡上面有些功能 是令到你很方便去看《啤梨漫步》 介紹給朋友 QR曲等等 限量是700張 我也不知道要拿來黑卡 那張卡到底會有什麼優惠 其實我還未知道 先說著 128元都扔不起 已經去到這麼窄 但不要緊 他就說有一點心意 做了這張給我 就比第一張好很多 但我第一眼看下去的時候 先不要質疑為什麼 一定要有我的頭 我就是很不喜歡彩色的那個 啤梨漫步的標誌 很突然 於是在這個基礎上面 有第三張 第三張就是煙雞做的 大家用一些想像力 那個啤梨漫步已經沒有一個框 其實是用金銀白 當然現在我們看得不太清楚 這張就這樣看下去已經順眼很多了 你想像一下那個啤梨的框是銀色 是不是漂亮很多了 好 然後到第四張 第四張 我跟原本 第2個給我128元都沒有的那個人 說我不喜歡長方框 其實我是不喜歡 鴿梨漫步的長方框 他就以為我剛剛出面的邊 於是做了一張這樣的東西給我 也是銀色的 小想像力 心灰和銀 那個啤梨漫步的標誌 我覺得這張沒有出面的長方框 反而還好看 好 然後再到郵基的基礎 Kiko就說 不行 他就說 很噁心 很噁心 他加了一些藍色 這個是Kiko製造的 你看到他又漂亮 Kiko也實陣 但是我最不喜歡 就是 那個彩色的標誌 於是非這個基礎 我們又再去 去到這一張 銀色的標誌 這張 我自己覺得 很像樣 銀色的 沒有了外框 這個叫做第七張 似乎這張都可以定一定案 之後有另一個人 由卡尼威有比賽 我們看看那張 這張又不一樣的感覺 這張又不一樣的感覺 其實這張不是那麼差的 但是大家第一 上面實在是打黑色 黑色給你萬步 下面是馬健蠅 馬健蠅 不是馬健賢 然後 我就說 你穿錯字 他就說隨便 就憑著他 隨便 太冷卻 不認真 當然這些可以是阿曼的 在這裏做基本再改 但是這個基礎 你見到底部 其實都有很多 暫時的姿勢 其實回到 我們現在還未結尾 但這張卡 是會有很多特別的優惠 這張卡是在這裏 當然現在這個是手板 我們看到 第一大家看得不太清楚 第二 事實上真的 那個交卡 那些東西 都是很不同的 到時